大家好,又是我五個 今天想和大家談心 談心不是談情說外的心 而是談心靈的心 三部份我先談心 為什麼要談心呢? 其實現在每天都很忙 常常工作 處理日常工作、健康、身體 其實他只是集中在三分之一的身體 身體方面就注意了 但其實很大部分人都沒有處理到心和靈的兩部分 但最可惜的是 心和靈的兩部分才是最重要的 但人們就錯過了 忽略了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我之後會慢慢跟大家解釋 現在先說心 那心究竟是什麼呢? 心呢 其實是講你的想法 你的情緒、價值觀 你的信仰 或者信念 你的思考方法 你處理問題的能力 做法等等 這一部分其實真的很重要 日常的生活、運作、工作、工作 你解決問題 都是靠這個心的 那有些人呢 就會為了一點點事 就會被人影響 無論是人或事 都是 好像近時 巴斯、叔叔 你有壓力 我也有壓力 有些人會發脾氣 但是 同一件事呢 其實另一個人去 面對 去處理 可能會有很不同的結果 我想 大家都有這樣的經歷 有些人做得好 但不知為何自己做得不好 明明同一件事 那為何人會做得好過我們呢 可能會有這樣的疑問 那為何有這麼大的出入呢 歸根結底 就是你的心 你的心態是很不同的 每個人的價值觀不同 信念不同 就自然做出來的 每件事的效果都是不同的 那譬如有些人呢 被人稱讚一讚 就很開心 但被人稱讚一讚 或者說他胖 舉個例子 整晚幾天都睡不著了 那為甚麼呢 那就是因為他被人按了一個按鈕 那些按鈕 每個人都不同的 有些人呢 就可能放在這裏 有些人放在那裏 那譬如有些人覺得 甚麼都要公平的 不公平是不行的 同事之間呢 一定要公平的 我進來三年 我一定要加到這樣的薪金 為甚麼隔壁的那裏 我沒有 不行 不可以 又或者朋友之間 為甚麼你好像和他朋友一點 和我沒有那麼朋友 不行 不公平 一不公平就不開心 那有些人可能 在做事那裏 就想得到肯定 那如果辛苦做完一件 task 沒有得到上司 或者同事上識 那又不開心 那又是被人按了一個按鈕 總之每個人都不同 千奇百怪 甚麼都有 因為心 這麼多種的價值觀 思考方法 處理問題的方法 其實都是由小時候 形成 小時候的經驗所得到的 例子 如果你是家中 排行十兄弟姊妹的其中一員 那 父母當然沒有特別留意你 根本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特別留意你一個 所以有時候 你會形成 這位小孩 我心裏 覺得父母是不愛他的 因為都沒有放在他 也都不理他做甚麼 但是 突然之間有一年 他小學 就可能考第一 那 他就說 一話都給父母聽 父母當然很開心 哎呀好厲害 你這麼厲害 那 就帶他去吃自助餐 就只是帶他一個 其他九兄弟姊妹都沒有份 那 他就很開心 對吧 小朋友 都沒有去過吃那麼多東西 那麼多雪糕 那麼多甜品 真是飲食不生氣 很開心 從此 他可能就形成了一種性格 就是覺得 我甚麼都要第一 我第一我就可以了 我第一就得到人賞識 第一就得到父母讚賞 第一我就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他無論考試又要第一 做事又要第一 甚麼都要做一哥 一姐 那 這種性格呢 就是由小事由一件小事 引起的 這是一個例子 那 我想這些故事 這些想法 應該大家都很有同感 那 人做決策呢 就是受著這種情緒 想法 信念 影響自己 那 日子越來呢 其實 想改這些 這樣的 信念 其實是更難的 就是你 你發覺人大了 是越來越萌失 越來越固執 就是這樣 你想改真的 很難很難 為什麼有些人就經常說 性格決定命運就是這樣 那 其實科學已經有研究指出 七歲小朋友 之前 其實他好像海綿一樣 他不斷吸收外面資訊 他是不加分析的 他用的腦 其實是潛意識 進去裡面 潛意識 他是全部進去 但是 他不知道 但是 這種 信息進去 其實就會影響他一生 所以是很重要的 處理個心 說了這麼多關於心的事 有什麼解救呢 當然有解救 沒有解救 我說出來廢話 大家都沒有意思 浪費大家時間 其實很簡單 就是兩個字 就是靜坐 究竟怎麼做靜坐呢 今天就講了這麼多 因為不想太長 其實靜坐超簡單 我下一條片就會教大家 怎樣做靜坐 好 今天講了這麼多 記得按讚我的影片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就是這樣 拜拜